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一家媒体独家报导了 目前正在服兵营的B2B成员陈一伦 在今年7月 因为麻药管理法律违反等嫌疑 被移送到检方了 根据媒体报导 陈一伦从45年开始为了避开调查 以他人的账户汇款给中介人 中介人在将这些现金 换成虚拟货币后购买了大麻 目前在陈一伦的头发上测出了麻药成分 然后因为陈一伦是在5月28号入伍 而这个时候刚好是接受警方调查的时期 所以也被媒体质疑 这是不是想要挡住丰盛的逃避性入伍 目前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公司不知道乔云伦被解发大麻的事情 而入伍时期本来预定是3月 但是因为疫情而延迟到5月而已 跟这个事件是无关的 目前有少部分网友们留言 在有更正确的消息之前 希望大家能保持中立 但是因为有太多媒体都报道了相关新闻 所以网路上几乎是一面倒得非常负面 粉丝们不要再说什么等待确定的消息了 已经从毛发测出了麻药成分 也查出了虚拟货币交易 包括乔云伦的其他公伐已经移送到检方了 还有比这个更确定的吗 啊 我怀疑了我的眼睛 歌曲非常好听 性格看起来也很好 几乎是粉丝了 真的是大冲击 这是为了想要掩盖谁 让乔云伦变成了提罪羊呢 做错是做错 但是怎么现在才爆料 做错的部分没话说 但是是从5年前的事情 而且在7月份就移送到检方了 怎么在12月底才爆料呢 真的很可疑 不要给团体造成困扰 希望能赶紧退团 对于B2B抢一轮的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 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下一个消息是 在Kuara离世后 他的妻母突然出现 争财产的消息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今天韩国法院一审宣判 Kuara以鼠门的养育贡献为20% 所以原本要跟丢下Kuara的妻母 5比5评分的财产 变成了6比4的比例了 因为目前Kuara法还没有通过国会 而在韩国只要是你生了 就算不养育子女 也能评分已故子女的财产 所以法院能认定养育责人20% 宣判6比4 已经是很超出常规了 不过虽然是这样 但是一想到那个妻母 能拿走40%的财产 真的是上火 希望Kuara法能早日通过